才剛進入五月 高雄市區的中午 已經飆到三十二度 上市場逛街的婆婆媽媽 一個個都撐傘遮陽 就連攤販都受不了 電風扇一次兩台狂吹 還有外送員也全部武裝 遮陽口罩 頸部防曬都要做好 飲料店生意搶搶棍 冰塊完全沒在省 就原本是滿的 然後我們現在天氣熱 天氣一日 晚上就可怕了 蚊子大軍出沒 到賣場逛逛 最顯眼的位置 防蚊液 補蚊拍補蚊燈 已經準備好 你電風蚊子很多 他那個都會咬我們家的狗 就不要拿電風蚊 那個沒有錯的小朋友 因為剛剛也是有貨人在找到貨 看我出面貨了 肉銷到斷貨的 就是這款吸入式補蚊燈 網友說家門口就是公園 蚊子超多 結果這款補蚊燈 三天內就抓到超過200隻蚊子 號稱捕蚊神器 不只居家的 也有專門用於戶外庭院的 站立式捕蚊燈 隨便一道就是一大把蚊子 這差不多一兩個禮拜 最近有比較多一點 接下來天氣只會越來越熱 氣象局預測 週三到週五 全台都超過30度 中南度最高35度 直到週日沒雨季封面通過 不過時間短暫 可能只下一天雨就沒了 預估下週一 又是晴朗好天氣 TVBS新聞徐季宏家軍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